就算是幫大家檢討一下習體好了 我來寫一下上次那個習體的一個變形 但都是一樣的 方法都是類似的 假設現在有一個函數 為了方便我們暫時假設 這個函數就是定義在一個時數的子級上 習體裡面問的是一般的metric space的情況 我們就考慮在一個子級裡頭 這個子級可以很靠近無限大 假設我們現在說有一個函數 然後給定了在時數子級上 我想證明一件事情 我想問說這個極限存不存在 當x 趨近於無限大 這個極限存在的充分必要條件 就是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科系的 看到函數當這個變數趨近於無限大 你就把它想成是n 趨近於無限大 所以是an 因為數列都可以想成函數 對不對 變數是正整數的函數 那麼一般的函數也非常類似 那概念也應該非常接近 它應該就是認給一個ε大於0 以前是存在某個大N 只要大N以後的任何兩項的差距 都會在ε以內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呢 我還是可以說有一個大N 但這個大N 反正要不要是 正整數不是很重要 但是是一個時數 使得呢 只要對任何兩個點 x跟x prime 在s裡頭 只要呢 x跟x prime 他們都大於等於大N的話 就會保證他們的函數值的差距 會在ε以內 可以嗎 這邊我們寫了一個敘述 對不對 寫了一個敘述 這個敘述呢 基本上就是函數情況下的科系條件 就一模一樣的 可以嗎 做個比較 以前是對所有的n跟m 小n跟小m 只要小n小m 大於等於大N的話 那an跟am的差距就會在這種以內 我們現在只是把它改成是 改成是趨近與無限大 若是時數子極的話 那我們上次出的習題呢 是別的 比如說如果你是一個子極 在某個matrix space裡頭 然後我要趨近的點是某個a點 那麼也非常非常類似 這邊本來是要問 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我們知道x跟x要夠大 對不對 如果是要趨近某個點a的話 那你就是要像上次習李寫的那個條件 就是那兩個點必須要跟a夠靠近 換句話說 這個地方要改成存在一個delta 一個正數 那對任何兩個點 只要他們跟a的距離夠靠近 但是又不等於a 就會保證盤數值的距離夠接近 這完全是一模一樣的概念 那我們來問這個 這個為什麼是對的 好不好 這是一個簡單的proposition 你可以把它叫做科西判別法 科西判別法 科西判別法 一般的極限 好 那麼證明過去呢 我就不寫了 就跟以前一樣 科西判別法 這個科西數列 收斂的話一定會是科西數列 那件事情是完全一樣的 我很快用嘴巴講一講 一個數列如果收斂 為什麼是科西數列 比如說如果有一個數列 它收斂到一個數字叫做l 那表示認給ε以後 我可以告訴你 某一項以後 任何一項 都會跟l的差距在ε以內 對吧 那麼從 那個某一項以後開始 任何兩項 他們彼此的差距 最多是多少 對 對 所以你一開始就把ep 調成為何是epsel 你就可以證明它是科西 這邊也非常類似 如果這個極限存在 然後這個極限叫做l 的話 那麼你認給一個epsel 我可以找到一個n 只要x大於等於n的話 那level of x跟l的差距 會在epsel以內 那麼任何兩個這樣的x x跟x' 他們的函數值 的彼此差距 就最多是perepsel 所以這邊很容易 我都不寫喔 好 那反邊呢 反邊呢 也是完全類似的 以前我們在證明 柯西數列會收斂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證的 我們是不是說 第一個 因為它是柯西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證明 它是有界的 這個數列是有界的 那既然有界的話呢 你就可以定義它的 上數列跟下數列 然後最後是想辦法證明 只要是柯西的話 上下數列就會 越來越靠近 最後他們兩個就會 趨近同的極限 然後一用假期定理 你就知道極限會存在 對不對 那上下數列是看什麼 上下數列 無非就是看 完全類似的東西 我們就寫u 我這邊有個n對不對 我就把它叫大n好了 u大n 我們就把它定義成 所有函數值 當x大於等於大n的時候 它的數分 可以嗎 以前是看某個小n 跟m大於等於小n am的數可 我現在就是看這個 這完全沒有任何差別 那一樣的 你可以考慮一個叫ln的東西 它就定義成 inf f of x x大於等於大n 可以嗎 好 別忘了這個條件 首先呢 第一件事情會先推得 這個f是有界的 可以嗎 可以推得它是有界的 這個方法跟 對不起 應該是說它是有界的 如果x要夠大 如果x夠大 夠正 從某一個數字開始 以後都會是有界 那我們只care 從某個數字開始 前面怎麼樣 因為我考慮的是極限 可以嗎 好 那一樣的 有這個之後 很明顯的知道 這個一定是大於等於 f of x 然後f of x 一定大於等於 inf 如果 x是大於等於n的話 這個一定成立 那你也不能看出就是 但這個n 它並不是一個正整數 n是一個時數 好不好 所以一開始一定 n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個數字就會 不會變大 對不對 因為這個集合 越來越小 n越大的時候 能夠大於等於n的就越少 所以彈數值就越少 彈數值越少 數不就不會變大 所以可能會變小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 它會 n料非增 它會n料非減 那它們兩個有沒有一樣的極限 就是你要問的問題 如果有的話 那個極限就會是這個極限 它就會有極限 可以嗎 所以後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證明 Limit Un 會等於Limit Ln 要證明這件事情 我們要證明這件事情 或者是 你也可以跟以前一樣 你要證明的就是 Un-Ln 當n趨近於無限大的時候 它會趨近於0 所以以前在這麼可惜的時候 我們就想辦法去證明 你給Epsom以後 只要你這個n夠大 un-Ln就會比Epsom小 那時候是這樣做的 利用科技條件 那這個 完全沒有那個學問 為什麼你看 你給了一個Epsom以後 給Epsom以後 我是不是告訴你 某個n 大於等於n的任何兩個數字 它的函數值 離此的差距都比Epsom小 那這些數字的函數值的 數跟inf的差距最多是多少 事實上是Epsom 我們之前有講過一個有趣的問題 給了一個集合 任何兩個元素的差距 如果不超過Epsom的話 那麼數跟inf的差距也不會超過Epsom 但那不是很要緊 就是你要寫2Epsom也可以 無故影響 所以你知道給Epsom以後 我可以找到一個大N 任何兩個這種數字 X跟Xcrime 它的函數值的差都不會超過Epsom 那當然數跟inf的差也不會超過Epsom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跟這個的差就會比Epsom小 只要這個大N夠大 所以我們就做到這件事 所以後面那個點點點 你就模仿以前的做法 偶爾告訴你說 寫出來是跟以前完全類似的 只是你要去把它寫出來 那我寫的是趨近於無限大的情況 你也可以考慮像 你如果把這個地方稍微改一改 比如說我們可以改成什麼呢 你也可以考慮把它改成 這裡有一個點叫A點 那這裡也可以考慮 比如說趨近A正 例如說這樣 從右邊趨近A 也可以啊 那趨近A正的話 這個地方就要改一改 這個地方可能就會存在一個 DELTA的案例 好 那這個地方可能是什麼呢 是 對任何的X跟Xcrime 怎麼寫不上 Dx 它就變成要從右邊趨近A對不對 所以這X-A要大於0 但是小於DELTA 然後Xprime-A要大於0 小於DELTA 就會保證這個結果 好這完全類似的 我這邊寫的是A正 那你可以自己把它調整成A負 A負的話就把它改成 A-X A-Xprime 完全都類似的 那後面在定義UN跟LN的時候 你就要自動把它改成 這個地方是 X-A要小於DELTA大於0 這邊也是 X-A小於DELTA大於0 好 如果沒有寫正 那就把它加絕對值 這完全都是 一以貫吃 所以自己要 有一些變通的方法 自己寫它 好 請說 A是在S裡面還是R A是在R裡面 那如果S8A旁邊滑掉 那樣就不會有辦法趨近 不過那種情況 我們是說 極限存在是一個無謠的趨速 就是你可以說它存在 它等於認可的數字 在邏輯上 你應該想說 就看你一開始的定法 我們一開始是說 那種情況是算存在 但是它等於認可的數字 但是我們不會去討論的 因為它沒有辦法趨近A 可以嗎 所以當我們要講趨近的時候 有意義的情況都是 就是不管多靠近A的地方 都還有非A 可是又在S裡面的點 這個時候 我們才會去 仔細的討論趨近的問題 可以嗎 好 那麼這件事情是應用在哪裡 是應用在 我們講瑕積分 比如說 來出個幾題好了 不要不要 先檢討幾題 先不要急 出幾題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昨天 上次問的這個瑕積分 這個瑕積分它是否存在 然後我們的問題是說 這個東西呢 它可以寫成 你希望 你希望去問 這兩個極限存存在 A趨近於0 A 好 E好了 sinX 加上 1到 Limit B趨近於無限大 1到B 對不對 sinX 除了X 除了X DX 這個地方是HC0 正 你們會不會覺得有點熱 有點熱 對沒錯 不會覺得很熱 所以 還在冷氣 再看一看 會不會覺得很熱 對 1個 就要等待 1個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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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問這個期間存不存在 首先這個地方寫1或寫1.5或寫2不會影響 因為寫1跟寫2的那兩個數字的差距就是從1積分機到2 那這邊就會反過來不變成從1積分機到2加個圖號兩個會抵消掉 所以那是一個有限的數字不影響這個Solid發散的問題 好那我們怎麼看呢 在這個例子裡面其實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我們就另一看第二個為例好了 我們心中想是有一個函數叫fb 它就是dbsinx除以xdx 對不對 我們的問題是說當b趨近於無限大的時候 它存不存在嗎 所以你要看趨近於無限大的存不存在 你就要驗證這個科西條件難不滿足 科西條件是看這邊 這邊這個條件你要看函數值的差距 會不會給你的eps用效 只要你的x跟x'夠大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看彈數值的差距就是看b'跟f'的差距 對不對 你要看這個差距 好 那這個差距呢 是什麼 這差距當然就是從b積分機到b'對不對 sinxdx 要看這個差距嘛 對不對 這個差距 好 可是這個差距呢 你說遇到一個積分 不會算 大家沒有辦法算出來 一般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沒有辦法寫出它的不定積分 所以你只能估計它 要估計它 那你說我看一看 我唯一會的估計 就是把絕對直接搬到裡面去 好 那假設它為了方便 我們假設b趨近比 b大 大於V好不好 你把絕對直接搬到裡面去也沒有用 因為搬到裡面去之後 你只知道sin少於1 所以它整個東西會小一點而已 1除以x 可是1除以x的積分呢 是什麼 如果是1除以x的話 Long x的絕對值嘛 那現在b跟b'都是很大的 所以它就是Long的b'出以b 對不對 會這個數字 對算出來之後 帶上下線 可是你發現一件事情 就算是這個數字 你也看不出來會不會取近0 因為b跟b'雖然要越來越大 但是如果他們彼此之間有一個固定的 尖距的話 大小的倍數的話 那這個數字是並不會取近於0的 所以你這個估計太粗了 沒有辦法用來看出 太粗 粗裂 沒有辦法看出 它會取近0 所以你可能用一些別的方法 那我建議大家去參考一下 我們的參考書 對不對 我說參考書 這要怎麼做呢 它是先把裡面這個積分 用分布積分 先用分布積分 你故意把它想成是sine乘1 對不對 sine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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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sine乘成是-cos的微分 x分之1等一下就把它微分 所以 按照分布積分 它得到的是x分之1乘上-cos 然後帶上下線 再減掉 帶上下線 x分之1這時候要被微分了 所以變成x平方分之-1 那-負cos 寫來這邊 變這樣 好 整個東西變成 要看這個數字的大小 那這個數字的大小 就比較容易看 因為前面這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 它是不是 我們把它分開寫 它可以寫成 v' 分之- 哎呀 我都作死了 b cos v 減掉 cos v' 3 v' 再加上後面這裡也有一個 b v' 對不對 cos x x 比方 dx 我可以把它寫一下 絕對值在裡面 可以嗎 三角度的事先拆開 然後再把絕對值翻到 我們積分裡面 當然翻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上下線 一定上面的要大於等於下面的 才可以這樣翻 好 那整個東西 這個絕對值得又可以拆成兩個 可以把它顯成這樣嗎 對不對 就三角不等式不斷的把它拆開 於是你發現這整個東西 是不是小於等於b分之1 加上b'分之1 加上 好 裡面這個東西是什麼 一樣的 cos 的大小小於等於1 所以它不會超過 x 平方分之1的積分 那這個積分你是會的啊 就是什麼 x 分之1 對不對 所以整個算出來之後就是 1分之1減掉 b'分之1 對吧 整個是這樣 好 那很明顯看出來 現在寫出來的 所有這些數字 只要 b 跟 b' 夠大 夠大的話 它一定會比一個給定的 epsilon 要小嘛 對不對 所以只要 b 跟 b' 夠大 那這兩個數字的差距 就會比 epsilon 要小 給定的 epsilon 小 那麼就表示 這個東西的極限要存在 可以嗎 OK 所以證明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它會小於 epsilon 如果 b 跟 b' 都夠大 也就是說只要大於等於某個 大 n 的時候就可以成立了 你當然可以具體寫一個大 n 出來 利用給定的 epsilon 你看看這個表達法 比跟 b 跟 b 要多大的時候 才會可以 好 那我剛才講的是這邊嘛 這邊完全類似的 我們先用同樣的方法看一次 如果你要用這邊 你要看這個的話 你就怎麼改 你就把這個地方 b 改成 a 好不好 這改成 a 可以嗎 我考慮個新的函數長這樣 我這次是要看它趨近於0 對不對 趨近於0 所以我還是 你有什麼學問 就直接把 b 就改成 a 可以嗎 你不改也可以 完全是類似的 就是 a' a 好 a a 就是 a' a 好 假設 a' 大於 a 好 一樣我要估計這個大小 那這個時候你甚至連 你甚至連這步都可以不用 對不對 完全可以不用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裡面這個函數 它的絕對值 下的 x 除以 x 是不是一定小於等於1 只要那個 x 夠小 這個是一定小於等於1的喔 如果 a 跟 如果說這個 x 是非常非常小的 為什麼 以前我們在講均值定義的時候有做過嗎 sin x-sin y 是不是小於等於x-y 對吧 事實上我不用寫 根本不用 根本不用構想 對任何的 x 再用點小於等1嘛 對不對 sin x-sin y 是不是小於等於x-y 那你就另外等於0嘛 所以就知道這件事已經成立了 好 那既然如此 它既然小於等於1 這整個東西當然就小於等於 a'-a 對不對 所以只要 a'跟 a 兩個都很小 那減的當然還是很小 可以嗎 這個東西就會小於一個給定的 x 可以嗎 比如說 a'跟 a 都比 你給定的 z e'總一半很小 那這個就會名人中小 對不對 好 這是一個證明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算你不要用這個方法來證 在這邊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呢 其實這個函數啊 好 另外一個觀點是這樣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sin x-x 它表面上分母會出問題 但實際上呢 如果你令一個函數叫g 它就是sin x-x 如果x不是0 然後你就令它為1 如果x是0 那這樣一來g還是一個連續函數 對不對 好 這g是一個continuous function 沒有嗎 它是一個連續函數 所以那個表面上的有問題的點 其實不是真的有問題 只是因為你硬要用這個表達法 它就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願意把它寫成分段定義的東西 它是一個好的函數 好 那這樣一來呢 其實你要看著原本這個積分 原本的那個f a 它其實就是 你就拿g來積分對不對 其實是這樣 好 可是我們前面有說過 這個函數 按照微積分基本定理 不難看出這個函數 你其實也給把它改一改 它其實可以寫成 d a a 負 g x 這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按照微積分基本定理 裡面這個函數只要是連續的 那在這個 你把它做為a的函數來看 它就是可微分的函數 它是一個可微分的函數 微積分基本定理說 只要是在裡面這個函數連續的點 那麼這個叫做它的原函數對不對 它是g的 負 g 的原函數 它的回分就會等於 負 g 代 a 的詞 只要負 g 在那個點是連續的 那在我們這個情況 g 根本就是連續的嘛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其實告訴我們說 f 呢 它是 differential 那當然就會是continuous 對不對 continuous 那continuous的話當然就是 極限會存在嗎 f 的0 極限就等於它的函數值 我不要叫這個f 我把它叫做fπ 好不好 免得你把它跟那個搞混 fπ就是fπ代0 對不對 也就是g 的積分 從0到1的結果 可以嗎 好 所以你用這種觀點 像這種奇異點 這種分母有問題的點 不是真正的問題 不是真正的問題 有的情況會是真正的問題 但這個情況是假的 因為你取極限子以後 它極限子會存在的 所以其實它根本就是連續的點 好 所以關於霞積分的例子 跟討論的變成 就講到這邊 一般來說呢 你可能會需要 比如說你直接估計看不出來的話 你可能會需要把它做一些變形 像剛才用分母幾分的方法去做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就講 一定直接加絕對值 那這件事情跟什麼很像 以前我們討論過極數對不對 極數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概念叫做絕對收斂嗎 就是你發現有一個極數 收不收斂是一回事 但是只要你加了絕對值以後 每個項目都加絕對值以後 它會收斂 那原本的一定會收斂 而且有一些好的性質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霞積分也非常類似的 一般的霞積分就像個極數那種感覺 然後你去問說它收不收斂 可是它也有一個類似的絕對收斂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定義一下 它的絕對收斂就是 給個定義 我們說一個 improper integral 這我就不寫了 這上下線不知道怎麼寫比較好 不知道該寫什麼 可能是無限大或是A 我們說它呢 它是 convergent absolutely 我們規定 if 如果說呢 它的 加了絕對值以後 這個下積分 它收斂 可以嗎 這跟以前一樣 以前是用sup 我現在是改成了積分 所以 加積分也是有絕對收斂的概念 就是你加了絕對值以後 去做積分會收斂 那跟以前一樣 加絕對值的好處就是 它會有某種分調性 就越大就越大 那你不難看出 一件事 就是 只要是絕對收斂的 就會保證它是收斂的 對不對 這是最常用的情況 原因很簡單 原因是因為 你要看原本收不收斂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的講法 你是不是要去估計 A跟A' f 的大小 對不對 你要問這個可不可以夠小嗎 只要A跟A'夠靠近 那些有問題的點 不管是無限大也好 或是某些特定的點 可是呢 這個大小 它一定小於等於 比如說如果A'是小於A的話 A'如果是大於A的話 那它一定會小於等於 A'對不對 裡面改成絕對值嘛 對吧 可以嗎 一定有這麼一回事 如果你不想寫這個條件 那你就 整個外面再加入一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知道 這個會收斂 那麼 給定Epsilon以後 這個就可以夠小 只要A'夠靠近 那些有問題的點 那只要它夠小 它當然就會夠小 就是這樣 這邊以前 概念完全是平行的 所以這個大家自己想一想 那當然有很多是收斂 但是不是絕對收斂的情況 例如這個 剛才那個sin x 除以 x 它就是不是絕對收斂 因為你取完絕對值之後 欸 好 為什麼它不是絕對收斂 你們自己想一想 想一想 好不好 想一想它是不是絕對收斂 OK 好 好 出東西 來 來 請證明 好 這個積分 我們就簡單一點 從1到無限大 好不好 好 這個東西呢 它不是絕對收斂的 好 它不是絕對收斂的 可以嗎 好 也就是說 它加了絕對值之後 的那個幾分 是不會收斂的 但是它本來會收斂 我們剛才已經說明給你看 好 請你憐證一下 這個幾分 黃黑幾分 它不會絕對收斂 對 這個型題 第一題 再數一小題好了 第二小題 好 以下我再寫一個幾分 它請你試著說明 它是 絕對收斂的 好 對任何的 X X好嗎 好 好了 對任何的 A 對任何的 A 我要去看 我想想看 要不要做那麼多 好 我要去看 這個幾分 這個幾分是 1到無限大 那我看一下廚藝 我等一下要用廚藝的椅子 剛才這東西是很討厭 好 來 沒關係 我們先考慮就是 先做減A 1的負 用X好了 用X好了 我用標準 用S好不好 S-1 A的負X DX 0 做哪一點點 做兩部分 好 這個呢 你們可以在書本裡面 在很多地方找到 我現在寫這個東西 一般叫做一個 Gamma函數 Gamma函數 如果你有那個高木真智的書的話 你可以參考 比如說155頁 155頁就有 那我們先考慮 正時數就好 先不要考慮 其他的情況 你可以想一下他的估計 然後讓你證明這個東西 他會絕對收斂 好 就是一樣你要去估計他的大小 那在這個式子裡面呢 我現在寫S大於0的話 0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S只要 來 所以還是有一點 有分之一的問題 那你可不可以證明他是絕對收斂 好 所以你要去看0那個點 跟無限大那個點 都用 比如說用科西判別法 然後用你已經學過的積分 來做一些估計 那當然你要先拆成兩段來做 可以嗎 證明這件事情 這個一般叫做GammaS 那將來呢 我們不但會討論這樣的S 我們會討論S 是一個負數的情況 就是 其實這個地方可以把一個負數進去 就是 負數的 那 有些點 會不能定義 但是他會有某種 趨勁無限大的性質 這個現在比較不好講 以後再講 好 講到負面來書論的時候 呃 你們如果刪到負面來書論的時候 好 好 好 這個請你說明他是 絕對收斂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看一個特殊的情況 就是我們會來看一個特殊的情況 是當S是正整數的時候 S是正整數的時候 這個值是可以直接算出來的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表達成 要把它算出來的 好 所以這個習極限到這邊 習極限到這邊 那我們來做個計算 我們先來做個計算 我們先來做個計算是 呃 X的N-B次方 B的-X DX 好不好 我們來做這個計算 好 那當然做這個計算的時候 我們心中想的是 這裡是一個叫做A的東西 這裡是一個叫B的東西 他們互相感 等它是要讓他們各自趨近於 0跟無限大 好 我們想來算 這個地方N是一個正整數 可以嗎 特殊情況 N是正整數 那你可以做一些計算 好 怎麼算呢 當然就是用分布積分 對不對 所以你分布積分的時候 你想辦法把前面這個次方 因為它是一個正整數次方 好 你可以把它減小 想辦法把它減小 好 那減小的時候呢 會變什麼 我們不如先假設 N是一個正整數 並且大於等 大於1 好 這樣我做這一步想有意義 如果它是1的時候就不用嘛 對不對 如果N是1就直接算出來 好 因為我們研究的積分你會 好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就把它分布積分 前面呢先不動 那後面把它積分 好 後面積分變成什麼 1的-X的負號 對不對 然後這個地方帶的是B跟A 好 這是第一項 對吧 前面不動 後面積分 那下一項是什麼 下一項就是 前面微分 後面積分 所以前面微分變成 N-1 X的N-2 然後 然後 負的 1的負X 對不對 PX 好 然後這個地方帶的是AB 對吧 好 出現這樣的數字 所以你不能看出一件事 就是現在你如果令A 趨近於0 然後B 趨近於無限大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好 這個項是什麼 這個項目就是 帶B進去嘛 所以是 B的N-1 負B 然後 加上 A的N-1 負A 好 那 前面這個數字 這整個數字 它會趨近於 0 當B 趨近於無限大 對吧 這個是個B的某個次方 但是後面是指數函數 我們在很久遠以前曾經做過一個類似的練習 就是指數函數的成長會比B函數要來的快 所以前面這個項 當B趨近於無限大的時候 它會趨近於0 那後面這個項呢 這個地方是有界的 因為當B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它也會趨近0 不是 它就直接是趨近0 不是 不是 A叫趨近0 所以它是趨近D 對不對 那這個是趨近0 這是當A趨近於0的時候 可以嗎 所以這整個項 是會趨近於0的 那你取完極限以後 這個地方 就取極限 所以它的極限存不存在 就取決於 它的極限存不存在 可以嗎 如果它的極限存在 那它就會存在 可是你發現它的長相是什麼 這整個東西算完的長相 是不是n-1拿到外面 AV x的n-2 1的-x ex對不對 跟它的差別只在哪裡 只是把n-1換成n-2而已 可以嗎 所以你只要確定 它的存在 它的就存在 而且它的答案就是 它的答案乘上n-1 那利用這種方法 你最後只要證明 n-1的時候 n-1的時候是存在的 後面就都存在了 對不對 那n-1的時候存不存在 當然存在啊 你就直接算出來 0到無限大 0到無限大 n-1的時候就只有-x 好 所以就是1的-x 對不對 你要令 你就是要問 當這個b 趨近於無限大 然後a要趨近於 這個東西存不存在 對不對 b跟a 那當然存在嘛 因為它是 它是1的b負的 加上1的a 這存在是1啊 這錯了 可以嗎 帶A進去 這個會趨近0 對不對 這個會趨近1 對吧 所以換句話說 Gamma1是1 那 GammaN呢 GammaN是誰 GammaN就是 N-1乘上 Gamma N-1 所以換句話說 最後你得到一個結論 從0極到無限大 x的n-1 乘上1的-x dx 好 那就是 n-1階成 A嗎 A嗎 F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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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趨近1 然後這個趨近0 因為它趨近負先大 趨近0 好 所以這是一個 Gamma函數的特殊尺 就是在特殊的點 取正整數的時候 那它剛剛好就是階層 剛好就是階層 那這個 這個積分 我們 等一下來用一下 好了 可以嗎 這積分計算可以看得懂嗎 這個例子剛好 它不需要任何判別法 因為你就用分部積分 就一直做 然後就可以證明 體現會存在 就會做出來 好 嗯 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我想要講一個 有點怪的東西 好 我來講一下1的超越性 好 好 好 E制超越數 好 1的超越數 什麼意思呢 換句話來說 嗯 這個 喔 這個是意思像是 mm 第一個證明的 就是說對任何的整係數多像式 你總是有帶了1以後會不等於0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所謂超越數指的就是 不是任何整係數多像式的根 就叫超越數 這個證明呢 有點怪 這個證明原本證明更加的複雜 我現在寫的這個證明是Gilbert簡化過的 歷史上是Emming他先證明了一次超越數 之後Linderman證明了拍一次超越數 用到之前的一些結果跟技巧 然後Hilbert是Linderman的學生 他就把這些都簡化了 所以有機會的話我們之後 可能下一個時間點來講一下排次超越數 那就需要一點負面 但是方法跟現在這個證明非常的類似 證明的過程非常類似 所以我們先講這個比較簡體的版本 他的做法大概是這樣 他的策略 他的想法 想法是說呢 假設 我們先這麼做 我們就反正法 假設他是代數數 假設你可以找得到一個多項式 這個多項式呢 我們就把它寫成 A0加A1X加點點點 加到AN的X2 假設有一個整係數多項式 使得F等於D 換句話說就是 A0加上A1X加點點點 加到AN的1X2 加2X0 那想法是這樣 想法是要導出一個矛盾 那你要怎麼導出一個矛盾呢 你要找到一些整數M 然後M1 一直到MN 這是一些整數 這是一些整數 並且呢 還有另外一些數字 這裡有F1 一直到F1N 他是一些時數 使得呢 這些時數呢 要很小 這是一些正時數 這是small 他大小都非常小 絕對值的意思 絕對值的意思 絕對值非常小 那這些整數 使得 我這個1 可以寫成M分之 M1加F1 1平方可以寫成M2加F2 以此類推 意思到E的N次方 可以寫成MN 加上F1N除以M 並且 當然是 先想要這樣寫 那這樣寫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這個數字啊 有點像 有點像這種感覺 這一般叫做 丟翻圖逼近 你想要拿 有理數 來逼近這個數字 然後有個誤差 那個誤差 要小到某種程度以A 先不管那個是什麼 至少 我們目標是希望 可以把E 可以寫成這種樣子 寫成有理數 再加上另外一個很小的東西 但是分母是某個固定的M 並且 當你把這些式子 全部帶到這裡的時候 就會出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整理一下就會發現 他是A0M 兩邊通分 兩邊都把分母消掉 加上A1M1 然後再加上A1F1 對不對 加點點點 加到ANMN 好 這邊也加點點點 加到ANF1N 整個式子要等於0 對不對 因為你只是把那些式子 全部帶到 現在寫的這個多項式裡頭 然後把分母 兩邊的分母都乘掉 M都乘上來 乘到這個長數項 然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其他項就沒有分母了 當你這樣寫之後 就產生一個問題 好 這個問題 他希望他可以做到 什麼程度呢 前面這部分 當然是一個整數 因為那些A都是整數 然後這些M也都是整數 所以整個是一個整數 他希望前面這個整數呢 不要是0 他不是0 並且 並且 後面這個數字 我們剛才是希望 這個Epson可以很小 小到多小 小到他們的大小 不要超過1 小於1 可以嗎 就是不要超過1 要小於1 如果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們就會得到一個矛盾 為什麼 因為前面是一個非0的整數 但是後面是一個大小比1還要小的數字 所以就不可能來於0嘛 對不對 他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問題就在於說 那些數字要怎麼找 怎麼去逼近這個E 用一個好的方法來逼近 剛才講的是ID 這個ID 講的有點空隙來風 但其實他是 經過一些觀察跟整理 他有一些道理 請說 請說 那邊那個FPS 要扣到0嗎 要整齊應該 喔喔喔喔 當然當然 還要 不衡為0 好不好 不衡為0 不然的話就沒意思了嘛 對不對 就太無聊了 所以是一個非0的 整齊數量是 帶進去的就是0 剩兩分鐘下個我就寫不完 我們現在來繼續 好不好 你先看一下設定 看看有沒有什麼不太了解的例外